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明媒MF52 一台导致荧光行为镜 这个是这台行为镜的一个主机架 现在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它的各个部件 首先这个是一个双木头 然后这个是一个相差聚光镜 然后这是它的荧光挡板 这是载物台上面的一些各配件 这是一个吸接口 这是两个木镜 这是它标配的木镜 另外这是一个对中望远镜 这个是一个那个挡光的装置 上面配有磨砂玻璃 还有空的一个孔 然后这几个是它标配的一些螺丝刀 这是六角螺丝刀 这是第一次螺丝刀 这个就是它的主机架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拱灯的一个装置 这是拱灯的灯箱 里面是有拱灯 然后就是它的电源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它这个主要这台 主要这台显微镜的作用 就是导致导致的一个显微镜 然后加上一个相差的装置 另外里面配的是一个荧光的 配有荧光的一个显微镜 我们先装一下这台 这个双木头 需要用一个六角螺丝刀 把它装起来 在这里 在它的右边有一个螺丝孔 里面是可以用六角螺丝刀把它拧紧的 好 拧紧 然后配上我们的两个墨镜 这个吸接口的话 是要接那个成像装置的时候才用的 现在我们先不接 简单的装置我们先装上 这个是一个那个荧光板板 主要的作用就是在我们使用荧光的时候 它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 把两个螺丝拧松 然后上去拧紧 OK 这个物竞 大家想必应该比较清楚了 物竞的话 在物竞转盘里面 我们这台显微镜标配的话 它的物竞里面有那个相差的物竞 这个是像这个标志PSP2的相差的物竞 然后也有普通的物竞 这是普通的物竞 十倍的普通物竞 我们先装一个 一个十倍的普通物竞 还有一个十倍的相差物竞 还有一个十倍的相差物竞 装的时候 先把这个盖子拧开 这是一个防尘盖 拧开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装到我们相对应的上去 这个位置其实是没什么需要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的 只要你把它装上去就OK了 把螺纹拧上去就可以了 好装好 这个是一个相差的 巨光镜 就跟我们普通的巨光镜 有点不太一样 在导致醒目镜上面用的一个相差巨光镜 它上面的功能和它对应的有 它每一个都有对应的一个相差环把 这个在这里装上去 这样装进去之后 右边这个螺丝 可以把它拧紧 顶部 这个是拧 它双体度把它卡住的一个螺丝 然后这两个螺丝 就是调节我们这个巨光镜中心所用的 这两个是巨光镜中心的调节螺丝 另外这里还有两个孔 两个孔里面有两个六角螺丝 这两个孔里面的六角螺丝呢 就是用来就是需要这种螺丝刀 来调节它这个聚光镜 它相差环满中心的一个螺丝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配合这个 最终望远镜来使用的时候 调节它的那个相差环满中心使用的 这是我们初步安装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个调节 OK 我们先把它装上去 装好之后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 就基本上已经OK了 这个把我们这个挡光板装进去 挡光板从这个位置插进去 就是我们使用拱灯的时候 拱灯的时候它过来这里有个摩擦玻璃 它可以适当的消一下那个光的强度 可以根据我们的不同的需要来选择 然后这三个板 这三个板加这一个圆的玻璃 就是载物台上面所使用的 载物台上面的这两个螺丝 把这两个螺丝拧松之后 这个架子可以拿掉 就可以放这个玻璃板 玻璃板主要就是看客户一些 可能它其他的一些培养敏的厚度 根据它自己培养敏的厚度来使用的 不同的一个 它可能不需要这个载物台的 需要用透明的 看透明灯这个 就用这个玻璃板 然后这三个板呢 在这里可以搭配上去 根据自己不需要所需要的 不同的培养敏的尺寸来选择 这个拱灯 拱灯的话 从后面这里 拱灯的话 由后面这个位置装进去 这样直接卡进去 然后这是一个光栏 拱灯光源出来的一个光栏 可以调节 然后我们这里 使用一把 使用它配有的一把 一支螺丝刀 把它拧紧 OK 紧了 然后这两个螺丝 是调节拱灯 里面灯的位置的一个螺丝 它有相应的标志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 一般第一次装的时候把它调好 就OK 以后不要去 尽量不要去调节它 这是它拱灯的一个光源 这里会配有那个 银光激发块 另外这一台 这一台它还有另外一个明场的光源 开关在这里 这个明场的光源的话 从上面过来的一个上光源 上光源的话它调节灯的位置 是在这里调的 然后在这个部位 黑色这个部位是一个 市场光栏 上光源的一个市场光栏 下来 这里是聚光镜 再下来 附近 就是一个导致前文镜上光源下来的一个光路 然后我们荧光的话 从下面过来上面到上面来 是它的一个光路 这个是拱灯的一个电源 拱灯配套的一个电源 我们平时也叫 滚压器或设备器 是比较通俗的叫法 所以它就是拱灯的一个电源 然后我们拱灯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开关 一般就是不能低于15分钟 就是开了之后15分钟之内不允许关 关了之后15分钟之内也不允许再开 这样的话更好的绑住它的拱灯 因为它发热比较危险 如果你即开即关的话 就很容易损坏那个拱灯 还有拱灯在运输的时候 拱灯在运输的时候 是必须把里面的那个灯泡要拆掉的 所以运输的时候 到了运完之后 然后再继续装上去 运输的时候 是不允许把灯泡装在灯箱里面的 不然的话那个灯泡是会震坏的 好另外 现在这个这是一个调教机构 粗条跟微调都在这里 微调粗条 然后这个是一个带线位 它是一个带线位的调教机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锁紧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要求来做一个 加一个线位锁 把这个位置锁紧 让它不再动了 然后往下就松了 就可以正常调节 然后这是灯的一个亮度调节 然后这个是一个拉杆 这个切换光路的拉杆 就是它上面有标志 这个是这个推进去的时候 推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目镜里观察的时候 肉眼可看的一个光路 然后拉出来 这里就是一个切换成这边的一个照相的一个光路 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你的目镜 在市场目镜里面的视野是完全黑的 就只能照片照相的时候 成像系统这边就能够就能够存出向蓝 这是一个光路切换 这个各部分的配件我们基本上介绍完了 我们来大概的讲解一下这台显微镜 它的一个简易的一个操作 我们先讲这个明场 明场的话 明场下来光路从这上面下来 光路从这上面下来 光路从这上面下来到这里 最光镜 我们先要做的一个步骤 就跟我们普通的一个政治显微镜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调一个聚光镜的中心 聚光镜中心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亮度调节合适 然后先把这个市场光栏调到最小 然后在视野里面会出现一个小圆圈 我们把它把这个小圆圈调清楚 最好焦 然后根据我刚刚说的这两个螺丝 可以调节它最光镜中心 我们来拧这两个螺丝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 视野里面这个小圆调到它的视野的中心 好现在调到中心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光镜 把市场中心市场光丸慢慢的扩大 它这个视野这样就已经是比较光路就比较均匀的 然后我们调这个向叉的一个向叉环板 这个是第一步刚装完是需要做的 先把向叉对望镜的向叉环板调到10 然后我们再调到相对应的PHP2的这个10倍的向叉物镜 然后我们取下一只木镜 换上这个 换上这个对中望远镜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对中望远镜 它里面看上去的话可能就有点黑 我们亮度稍微调高 然后调一下焦 再另外把这个对中望远镜 这里是可调节的 它这个对中望远镜的那个焦距的 我们把它调清 然后里面在里面看的时候 会有一个亮的圆环 有一个很亮的圆环 这里可以升降一下这个激光镜的高低 把这个圆环调清了之后 里面会有一个暗环和一个亮环 在这里面看到的是暗环和亮环 是不在一个中心点上的 这个时候我们用这把握刀 来调节后面这一个圆孔 它这两个圆孔 其实原理就跟我们这个聚光镜的中心是一样的 只不过两个孔是嵌在里面而已 然后我们用这个螺丝 用螺丝刀来拧这两个螺丝的时候 它那个圆环就会相应的变动位置 然后我们把它调节到这两个圆环 都在一个中心点上 圆心都在一个点上 那么这个向插装置就已经是正的 这个向插盘板就已经是调正的 我们一般调节都是跟这个 平时的那个聚光镜调节一样 都是用这个10倍的物镜来调 就是两个都用10倍的 10倍的普通物镜和10倍的向插物镜 来调 这样我们把它调节好 用凌军器把它调节好之后 然后到两个圆环都在一个中心点上 这样就OK了 好 这样初步的一个明场装置 基本上就已经调节好了 明场装置的话 它就是跟我们一个普通的向插显微镜 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导致向插显微镜 那把它明场装置 关掉的话 换成拱灯 那么它下面就是一个螢光的导致显微镜 这样在这个位置 会有那个激发块 我们有四色光路的激发块 都可选 在我们配置里面 有四色光路的激发块 我们都可以选 然后把激发块插在这里 一般是两个激发块不切块 好 这个是它的螢光激发块 这是我们标配的一个螢光激发块的装置 这里有四种光路 这里有每个光路的标志 它这里都有相应的标志 就是V跟EV 我们把它插进去 切换 那这样就形成一个螢光的一个装置 螢光这里是 这里是它出来的一个光栏 然后另外这个螢光栏 到这里 一个螢光的一个 螢光激发块的一个切换 然后再过来 到这上面 这样就形成一个 导致螢光显微镜 然后 这一个 是个C接口 这个是个C接口 这就是导致显微镜的第三幕 导致显微镜由于光路的设计问题 所以它第三幕 一般会设计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接一个摄像头 这个成像装置 然后这样的话 基本上这台显微镜 到这里就已经介绍完毕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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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